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0日 香港現在爆發了開埠以來最大宗的金融詐騙案 JPEX詐騙案 涉及很多網紅、名人、明星等情況 已經成為國際新聞了 因為在香港警方採取行動之後 JPEX註銷了他在澳洲的註冊 其實澳洲也爆了一鍋 現在是國際新聞 英國的報章大蝙蝠暴動 這個JPEX事件 涉及香港的一些名人 其中比如說林作已被拘捕 陳怡已被拘捕 還有一位藝人 現在海外 有些人說是姓莊的藝人 還有姓莊的藝人 被人找到他的影片 他介紹過推廣碼 而且他叫人入門 你不入門不知道有什麼事 就是很明顯 有一個邀約的行為在裡面 而肥媽也叫人上JPEX的課程 張志琳又做過代言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風聲鶴淚 但問題呢 立刻很多人歸納到以上這些人都是藍絲 藍圈 其實我昨天拍片講陳怡 我專門研究陳怡 為什麼呢?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我跟陶國璋教授做了一系列哲學對談 陶教授點名想我討論陳怡 我花了一些時間看了數十條陳怡的影片 所以那時候我對陳怡有些深入認識 陳怡肯定歸類藍 有些人說她肯定是黃 因為她是罵政府 罵不罵政府跟藍和黃是沒有關係的 藍和黃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說粉紅 小粉紅就很簡單 是民族主義者 是愛國主義者 她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列在第一位 她第一項目就是國族民族主義 當然她說的是如此 實際上可能她也是照用日課 但她高舉的歧視就是如此 黃和藍 我在這本書裡面其實做了一個定義 這本書就是我跟陶國璋教授的對談 現在改編成的一本書 今年應該出版的年底 再飄零 《利山時代的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 這本書裡面很清楚解釋到 藍和黃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陶國璋教授和對談 請了鍾建華博士 幫忙推薦寫罪 我們要用新儒家的觀點去處理這個問題 用孔猛的誠言之道 新儒家的詮釋方法解釋 藍和黃最大的分別 他不一定是好人和壞人 藍裡面可能有好人 黃裡面可能有壞人 但關鍵就是那一刻 在大是大非的情況下他如何選擇 決定他那時候是黃還是藍 如果是黃的話 他就會覺得抽象的價值 比如說公義 示威者有犯法 但是警方也有犯法 是不是應該一視同仁呢? 白衣人有犯法 黑衣人有犯法 是不是應該一視同仁呢? 這些就是抽象的價值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道歉? 是不是應該要撤回之後就要道歉? 這些都是抽象的公義的東西 他認為那些東西比社會更重要的穩定 但是藍那一刻的選擇就是社會穩定 我最重要是上班 我的訴求就是上班 不用搵吃嗎? 他就將這些價值凌駕於道德 凌駕於公義 凌駕於普世價值 抽象的價值 凌駕於仁而禮智 所以這就是 那一刻是如何判斷藍和黃 最大的分別 黃也有壞人 一定是這樣子的 藍一定是有好人的 但是那一刻是如何選擇呢? 這就是直覺至良之 決定他是藍和黃 這就是兩千多年來的討論 就叫做人禽之別 這個叫做 二利之爭 人禽之別 人和禽 分別在哪裡? 這就是所欲有甚於生者 道德凌駕於生命 凌駕於吃飯 所以那一刻 在2019年大時代那一刻 有很多人選擇 拋頭顱洗熱血 寧願坐監 當然時而世逆有些人會改變 這個必然如此 歷史上也是如此 但是那一刻是如此 所以說陳怡是黃的 這個真是好笑 他罵政府 但是因為他是利益的原因 他罵政府 由始至終都是以利益凌駕於道德 以利益凌駕於抽象的價值 那就是藍 無論他罵誰也好 他是以利益掛稅 這就是藍和黃之別 那一刻 他們會選擇寧願坐牢 寧願可能沒了一份工作 寧願會被人踢出校 也會拋頭顱撒越血 1919年 火燒趙家流 打倒孔家店 五四運動也是如此 六四事件也是如此 當然在長期期間 那些人會改變選擇 胡錫進 孔慶東 六四在現場上也曾經是熱淚盈康的 但是也會改變選擇 但是那一刻他們決定是藍和黃 藍和黃就是二利之爭 人禽之別 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我在那本書中做一個學術上的 生如學式的分析 這個解釋了 解決了 第二個今天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JPAC JPAC想了一些方法 現在他被人說他是騙子 他說絕對不是騙子 他想了一個叫DAO補償方案 DAO補償方案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是出不了金的 現在是拿不到錢 因為證監會點名 就說他們有詐騙性分 當一給證監 其實證監去年已經列了他做可疑名單 但是整年都沒有人關注 而人們做投資前也不去搜集資料 這個真的沒得說 還相信KOL 而KOL接這些工作也不去搜集資料 而KOL還是有法律背景 這就難以自信 坦白說我收到他們的邀約 我收到三間跟他們相關或者類似公司的邀約 叫我做推廣碼 或者收廣告代言 就是給廣告拍一分鐘的片是五位數字 港幣 再加上推廣碼 可能就拍一段片 收十萬計 其實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不去搜查資料 沒辦法 我真的耐他們不學 現在他想了一條計劃 因為被證監點了名 那些人當然是去兌現 如果很多人兌現 他就會擠題 擠題就倒閉 所以倒閉就血本無歸 他當然不擠 所以他怎麼做呢? 現在尤其是變成國際新聞 澳洲也停了 如果香港一旦擠題 全球都擠題了 怎麼辦? 他想了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給你出金 但是每次最多出1000美元 但是有些人投資幾百萬 最高說投資幾千萬 你還是拿1000美元 還要收你999元的交易費用 這個真的很好笑 你拿1000元 你拿到1元回來 現在他降低了 他變成975元 這當然就是有煞無賠 有煞無賠 人們真的血本無歸 所以拉洋風艇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已經血本無歸了 他現在想了一個方法出來 這個方法就是不想你們血本無歸 大家抱著一起死也沒用 他想了一個DAO補償方案 DAO是什麼意思呢? 去中心化 我昨天已經解釋過 整個虛擬貨幣的結構 其實就是看法 就是來自海耶克 在1975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名著 就是貨幣非國家化 就要去中心化 不要由主權國家發行貨幣 所以這間公司他也說自己是去中心化的 他沒有公司的董事 沒有持牌人 持牌人是那些保守 不是真正的持牌人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就無法監管 去追討就無法追討 你抓的人都是一些小艇 你抓不到莊家 他告訴你 我就沒有莊家了 我匿名了 現在他想了一個方法 因為你們已經拿不到錢 你們已經投資了數以萬計百萬計千萬計下去了 我就說 想了一個方法出來 49%分了出來 就是說我現在類似分股權49%這樣計算 我就沒得還了 類似是以股抵債 就像恆大碧桂園一樣 他有一個叫D.A.O.補償計劃 D.A.O.分紅拿49%出來 而這49% 就用你現在已經壓下去的錢 投資了錢 兌換 而兌換 你現在拿就化為零 剛才說過 拿的時候 90%多的手續費就是化為烏有 但是如果你不拿 他說一年後拿 你將錢變成D.A.O.分紅之後 一年後拿可以拿回30% 假設你投資100萬 一年後拿 他就說給你拿回30萬走 如果兩年後拿 他就給你拿回100%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個很明顯 看看他駁你再相信他一次 就是駁你再相信他一次 如果那些人全部拿不到現在 想辦法騷動 想辦法吵 他可能立刻倒閉 他現在有香港警方抓他而已 但是海外 其他國家還會繼續營運 他馬上倒閉 其他國家的人也不投資下去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就是延長這件事 你們全部轉做分紅計劃 不是不給你 是你自己不拿而已 你自己不拿 你放回那裡 一年後拿了30% 兩年後拿了100% 兩年後這個世界怎麼都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所以他現在想到的方法就是穩住局面 看看其他國家有些人會不會繼續再投資 或者看看你們會不會繼續再投資 這個情況 這個也是並不可見的 我記得以前看廣產片有一部戲是這樣的 一個人問人家自己100,000元沒得還 然後別人問他追債 他說 炭桿借多兩千 齊頭還沒一萬 很記憶 其實這條子是類同的 這個 Fred Chan也用過類似的方法 Fred Chan 陳耀輝 這就是Fred Chan 陳耀輝 也用過類似的方法 以前我在現代教育的同事 上過我的節目做過嘉賓 也上過TVB、NowTV、ViuTV做嘉賓 也上過我的節目做嘉賓 後來他搞了一個騙局出來 上過東張西望 有很多苦主中了招 他也有類似的情況 他說炒外匯 炒金的、炒外匯 炒期貨外匯 我也不熟悉外匯的情況 總之炒孔了炒輸了 炒孔了炒輸了的時候 人們就叫他回水還錢 因為一夜之間暴跌 化為接近零 情況下人們叫他回水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自己又生病 然後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總之搞不定了 輸了 但不要緊 他說我現在出回來 重操僱業 重出江湖 你再投資一些錢給我 再投資錢給我 保證你一年後 賺不完 也起碼賺回部分 最後還要叫人們投資 拿到十萬八萬出來 已經捲走兩億多的時候 也要拿十萬八萬 他說那兩億多是輸了 與他無關 但是有些找他投資人說 不是 他每次做交易的時候 有收取佣金 所以佣金裡面是賺光的 其實原理是相當接近的 這次JPEG所做的事相當接近 但是JPEG就說自己要去中心化 但是他有一些艇 比如說陳怡 開了陳大怡找換店 林作 搞了一個林作炒幣 其實這些就是中心化 整個區塊鏈的非主權貨幣 設計其實是來自2008年這篇論文 這篇論文有一個作者 他化名日文作者叫做中本聰 這篇論文叫做Bitcoin 電子貨幣交易 其實是來自這篇論文的 這篇論文到底哪一個是中本聰 他發明Bitcoin 眾說昏雲 有些人說不是一個人 是幾個人 有些人說他的日文名字是無形 根本沒有這個人 是有些人化名的 甚至乎有人說他是Steve Jobs 也有人爆料說他是Eon Marx 到底是誰 沒有人知道 是匿名 總之他發表完這篇論文 建立了Bitcoin這個概念 李特幣這個概念之後 自此之後就銷聲匿跡 整篇文其實最關鍵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他的論文裡面說 傳統的貨幣交易是怎樣的 就是你的身份一定被人找到 就是你用銀行支票 用電子貨幣 用PayPal 用Visa Master 或者Debit Transfer 全部找到你的身份 即使你用Cash 那些你做綁架納索 其實你做傳統的交易就會找到你的身份 有了你的身份之後 你就再去做交易 然後再經過一些信用的First Party 轉來轉去 再去到公眾裡 經過很多重 而且這麼多重的時期 你買的東西都被政府知道了 你買頭盔也被政府知道 你買一些藥物也被政府知道 你買一些藥物也被政府知道 買一些藥物也被政府知道 買武器也被政府知道 他說這樣就是讓政府的權力很大 政府權力很大的時期 人民就受到傷害了 其實這就是海耶克的背後思想 好了 他說現在新的方法如何呢? 你自己拿著貨幣 直接去交易 然後直接去到公眾裡 免去了中間這一堆東西 沒有First Party 沒有中介商 沒有其他東西 追蹤不了 第一 省很多手續費 第二就是追蹤不了 你做的事情不需要受到政府 政府是不是都監管 其實所謂中本聰 有些人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和海耶克是不同的 海耶克是小政府主義者 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海耶克主義雖然他說市場是透過自己運作會達致均衡 但是他不反對政府存在 他認為政府存在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是做福利、做軍事 但是中本聰有些人認為他是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比海耶克更激進 但是人類用了這麼多年幾千年發現這種小政府或者無政府 有很大的弱制性 很大的缺陷 所以最實際還是有一些監管 主張監管就是芝加哥學派裡面的高私主義 說交易成本 就是利用監管 政府監管 就可以減低大家的交易成本 明確了產權之後交易成本自然減低 所以政府有一些監管機構 當然監管機構如果只是由政府為所欲為就不行 所以監管機構裡面應該有民間代表、業界代表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制衡 但是完全不監管就不行 這次林作也好、陳怡也好 他搞的找換店 就是跟中本聰所說的東西背道而馳 就是要跳過中間的中間商 直接由擁有貨幣的人 加密貨幣 直接去到交易 他直接自己有一個金藥 不需要將金藥交給人 現在就將金藥交給陳怡 交給林作 而林作再交上去給JPEG JPEG就可以拿了虛擬貨幣的金藥 金藥就是鑰匙 藥匙 然後就可以用了他的錢 就可以完完全全度用了客戶的錢 你利用他這樣找換 然後就有中間收費 中間成本就出現了 這就跟中本聰2008年的論文 經濟論文 所裡面構想的東西是背道而馳 所以JPEG甚至乎自己發行貨幣 你都沒有公信力 Bitcoin已經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證明他相對的公信力 是比你發行的貨幣高的 以太幣的情況 是比其他不知名的貨幣高的 你自己發行一個貨幣 這樣完全沒有公信力 所以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對不對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頻道Patreon還有我講的文字版 文字摘要 你可以聽回我在後面連結說 我放了一條關於我很多年前說的比特幣的原理 而原理裡面其實我講得清楚 政府一定是不容許 尤其是大政府 Web3.0或者比特幣這一類加密貨幣 這些大政府是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他們的擴張 這些非主權貨幣的擴張 代表政府權力的削弱 所以美國政府也好 其實也要出手去對付 雖然他想問合法規管 而中國政府就要搞自己國家的加密貨幣 就是人民幣的加密貨幣 就不容許有其他的加密貨幣非主權 削弱人民幣的權力 所以香港政府打擊其實就是跟整個政府管治架構 以及無政府主義 或者去政府化、去中心化這種哲學 互相衝擊來 這個必然如此 所以長遠來說 如果即使Web3.0也好 或者區塊鏈的非主權貨幣 或者其他這一類 都是在強國、大國、大政府很難發展的 可能很少的國家 不丹之類的國家 有機會發展到 長遠來說我認為是很難發展的 當然幾百年後可能有另一個故事 因為海耶克那一套也相信要幾百年 海耶克的書裡面明確指出清朝的貨幣 是成功的 清朝的非主權貨幣 就是錢莊、銀莊、銀票、票號 他們發行的貨幣是成功的 其實也要經過一千年 從唐代的非前到宋代的膠子 元代的中統抄 這些一次一次就破產 明代大明普抄 全部破產 到了明清時期 就無數的票號先後倒閉 最終才找到一個均衡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需要很長時間 當然古代和現代的速度不同 但是不會在十年八年 找到一個均衡點 所以投資這些貨幣的風險極高 做任何投資也謹慎 所以聽KOL做投資 我覺得是最危險的 因為KOL說的話 是一家之言 你沒可能信一家之言 就把你的貨幣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難以理解 難以接受 但是不斷有人中招 這也是非常不幸 希望大家 呼籲大家要謹慎小心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Patreon裡面還有獨家資料 VIP會員連費訂閱 還有Discount VIP會員可以看回以前所有課堂 以及我和陶國璋教授這本書的初稿 都有在VIP會員裡面可以看到的 OK 現在的最後版本我已經全部改寫了 年底做出版 多謝 拜拜